看看今天西安的天气怎么样 我又来到西安市南边 长宁宫的观景台这边 天气非常的漂亮 蓝天白云的 看一下远处的秦岭大山 清晰可见 最主要是天上有好的云彩 你看棉花糖般的云彩 白不白 像这样的好天气 在城市里面非常的难得 一年四季也可能 只有这么几千才有 今天的西安还挺凉快的 不是特别热 最后室温温度 可能在27、8度左右 但是听说从下个周开始 西安市要升温 最高温度可能要达到 37、8度 非常的炎热 所以这样的好天气 还是比较珍惜的 看一下远处的大山 镜头拉近一点看一下 今天那个山头上没有一点园 平时这个山上只要下雨 会有云海出现 但今天天气特别晴朗 只有天空上有好多白云 特别适合观景 前面这个方向是往北的 北标这里就到城市里面了 你看天空上 都是白色云朵 美不美 而且是没有加任何滤镜的 这个是天然的天气 太好看了 哇 这个云彩非常好 现在是来到了西藏大草原上 一般在城市里面 很难见到这样的天气 看一下西边这里 那块有好几栋高楼大厦 也挺清晰的 主要是天气好 最后再看一下远处的大山 欣赏一下这难得美丽的风景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